要点是上步要快,须步要稳 马步机掌 马步机掌的动作要点是 右脚肩外展,左手变拳 和右掌外掳的动作要协调一致 插步双百掌 插步双百掌的动作特点是 两臂要滑立圆,幅度要大 与后插步配合一致 公步机掌,其动作要点与前面的相同 转身踢腿马步盘肘 其动作要点是盘肘时要快速有力 右肩前倾 下面请看背向领座 转身踢腿马步双百掌 转身踢腿马步双百掌 切步抡杂拳 切步抡杂拳的动作要点是 转体要快,以腰带肩 转必要连贯,化立圆 扑部量长 扑部时,右腿充分伸直 脚尖内扣,全脚长着地 上体挺胸他腰 微左转 弓部劈拳 弓部劈拳的动作要点是 左右脚上部稍弧形 换跳步 弓部冲拳 其动作要点是 正脚时腿要弯曲 拳脚掌着地 马步冲拳 其动作要点 与前面的马步冲拳相同 弓部下冲拳 弓部下冲拳的动作要点是 上体微左转 并稍向前傾 插步晾掌 侧踹腿 其动作要点是 插步时上体微向右倾斜 侧踹的高度不要低于腰 大腿内旋 脚尖 脚尖向前 立打脚跟 须部挑拳 其动作要点是 上部要快 须部要急停 下面请看 背向领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攻步顶肘 攻步顶肘的动作要点是交换步时不要过高 但要快 两臂轮臂时乘180度 转身左拍脚 转身左拍脚的要点是在拍脚时要准要响 右掌微横 右拍脚 其要点与前面相同 腾空飞脚 其动作要点是腾空飞脚要高 空中完成机响 机响腿要高于腰 歇步下冲拳 其要点是不要稳 冲拳时上体微右转并稍向前傾 咕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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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部